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NN 他就是英国驻港理事馆雇员郑文杰 据说已经是前雇员了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由于他嫖娼技能出众 这位小听差得到了他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 英国外交大臣的重视 成为了西方政客抹黑中国舆论的棋子 郑文杰被打扮成受害人 去面对尽头被剧本 台词离不开侵犯人权秘密警察使用酷刑这一类冷战时期常用的共产党主义国家形容词 嫖客在媒体包装下 变成了一朵白莲花 按照以前舆论套路 白莲花将得到民众同情 大臣们将出来主持正义 进一步统一民众思想 将中国形象固化成冷酷无情的共产主义国家 然而 就在剧本演到大臣主持正义这一集时 他却栽在了深圳公安民警手中 本来剧情正发展的高潮 今天中午11点多 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微发布了一则声明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表示 郑文杰是我们团队的重要的一员 他在中国被拘留期间受到虐待 甚至被用刑 我们对此表示非常震惊和惊恐 不知道的还以为郑文杰是被女技师性侵了 或者是他来深圳卖淫兼职的 看这意思 郑文杰将因为嫖娼技能而被英国作为人才引进 并受到政治庇护 深圳警方则默默地将两段视频交给了媒体 一段是郑文杰三次进出会所的视频记录 以及交代过程 另一段是女技师证词 下午大家看到的是第一段 八月份被抓时 警方之所以没有通知她的家属和单位 是因为她苦苦哀求警方不要这么做 然而 台湾和香港媒体却一拥而上 非要将她说成是失踪者 强行将她的身份 英国驻港领馆雇员与香港局势联系起来 搞各种悲情诉说 当时画面是这样的 当她15天拘留期满出来后 事情真相也随之曝光 嫖娼是很不体面的事情 而她是领事馆小职员 是有纪律约束的 郑文杰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女友翻脸和失去工作 但在猪队友们的努力帮助下 这件丑事还是被大幅度曝光了 深圳罗湖警方强调 在办理郑文杰案件中 警方在对其审讯积压期间依法依规 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 另外 根据法律规定 郑文杰于8月24日释放前 住所医生对其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 身体状况良好 并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必须依法术的惩处 两个多月的时间来 她是沉默的 热点这么多 谁还记得这个人 但是 某些政治势力看来 郑文杰并非没有利用价值 关键是如何包装 当行事需要时 再把它拉出来示众 美国参议院刚通过涉港议案 叫嚣之声不断 另外 下星期香港就将举行区议会选举 更重要的是 香港正处于制暴止乱恢复秩序关键时期 在这些背景下 郑文杰这位嫖客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西方在舆论战场上 对中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连嫖娼这种丑事也能想出角度 变废为宝 不幸的是 他们遇到的是中国 西方套路在身 中国都有预案 英国大使馆官微刚发声明 中国媒体马上放出第一段视频 令人吃惊的是 28岁的郑文杰简直是个老嫖客 三次到会所进行非法性交易的视频全部调出来了 熟门熟路三次都是同一家会所 估计那家会所老板现在欲哭无泪 紧接着 英国大使馆官微就删除了外交大臣声明 搅屎罐结果把屎都搅到自己脸上 再不删 那条正义言辞的官微要被网友爆掉 从英国外交部门反映来看 郑文杰这孙子对主子肯定是撒了谎 毕竟双方是臭味消头 互相利用的关系 英国政客想利用他去制造舆论 抹黑中国 由外交大臣出面向中国施压 郑文杰干脆就利用这次机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蒙烂者 洗白嫖客身份 半个月内三次嫖娼 只有深圳警方和上级部门知道 国内媒体和英国外交部门之前都不知道 这些交代画面和济世证词都是证据 只为司法程序提供 一般不会对外公开 估计深圳警方也没见过 有嫖客会哭着喊着逼他们拿出证据的 因为如果再不公开 岂不坐实严刑拷打 英国外交部要是再没皮没脸硬撑下去 那济世证词也只能公开 尽管内容相当不可描述 郑文杰是三次出差深圳 三次跑去嫖娼 每次两个多小时 但他只告诉上司被抓到那一次 英国想用他来坑中国 结果自己先被郑文杰坑了 接下来 他是不是要跟英国外交部重写剧本 死马当活马鹰 把三次进入会所 说成是来给女技师送民主 两个多小时都在聊哈耶克 索尔人离情 想 使劲想 最好明天拿出新剧本 明明是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 非要往政治上扯 除了让自己灰头土脸 全家蒙羞之外 他还能得到什么 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是一个跑腿的 如果是要针对他 第一次就可以逮起来曝光了 非要在BBC镜头前将深圳民警形容成秘密警察克雷伯来迎合西方听众口味 郑文杰非但品行不怎么样 智商也不怎么样 说实话 动用情报机关搞嫖娼 强奸等指控的最拿手的就是美国FBI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法国人卡恩都被整过 政治动机如此明显 西方媒体说什么了 而深圳警方一次普普通通的执法行为 却惊动了英国外交大臣 岂不怪哉 哉了就是哉了 还要挣扎吗 那个迫不及待出来喊话的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纳布 简直又是一个外交小丑 45岁 以前是英国脱欧大臣 工作做得跟史一样 2018年被梅姨要求辞职 约翰逊上来后 又跟了新老大 7月份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拉布自己也是个吸毒者 6月份说自己戒毒了 年少不懂事而已 问题是英国新内阁至少有6位大臣吸过毒 大英帝国未来在哪里 没有一位高管肯去认认真真负起责任 吸毒的要靠嫖娼的搞舆论 一个惨遭打脸 一个死不要脸 拉布把郑文杰当宝贝 不就是政客低能化的证明吗 作为外交大臣 连中国手里有几张牌都搞不清楚 就冒冒失失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击 现在脸疼吗 人生总有许多意外 总有许多惊喜 西蒙镇的传奇人生孩子继续 深圳警方公事公办 早已放过他 但主子绝不会放过他 现在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 郑文杰自杀 政客才有新剧本 什么隐私被爆了 什么舆论暴力了 这样人血馒头才会更香 更大 美滋滋 当郑文杰没有价值时 他连卫生纸都不如 小人物卷入政治漩涡 看看军情六处的白头盔 创始人横施土耳其骂 郑文杰有几条小命经得起折腾 郑文杰的后续故事还未结束 他曾在20日的声明中透露自己被要求辞职 以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地寻求庇护 尽管他本人会指出这个第三地是哪里 但电讯报11月22日批论 郑文杰将获得英国签证 让他能在英国展开新生活 英国广播公司BBC20日也称 郑文杰已获得英国的两年工作签证 回到郑文杰案 更有玄机的在于各种时间的巧合 几乎就在BBC播放郑文杰采访的同一时间 美国外交大臣就召见了中国祝英大使 表达愤怒 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急了一点 他一点都不像是媒体报道引发了外交部门的反应 倒很像事先约好的同时发力 在这个时间后 还发生了一些跟香港有关的事情 一是美国国会火速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的核心要义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 指炮治乱 阻止在任何情况下 中央政府出手挽救香港局势 二是 香港暴力分子气焰正在示威 越来越多市民走上街头 用轻路杖的实际行动表达对暴力破坏的抵制 第三 也是最为关键的 在郑文杰再度发生的四天之后 香港就要举行区议会选举 按照郑文杰和西方媒体的说法 深圳警方愿意冒着极大的法律和舆论风险 在这么敏感的时间和环境中 去搞一个英国领事馆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这样做的动机和逻辑令人困惑 而在事情本身已经平息了三个月之后 为什么郑文杰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又发生了 暴力在香港的不得人心 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西方外部施压的突然加大 以及郑文杰在这个时间点的突然发生 这一切都撞到一起了 这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